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上周四十六日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直询劳动部长林美珠时曾表达不希望每次直询时赵魏都提醒要提许部长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金证实的确接到行政院长赖清德的电话关切,但强调徐永明并没有意图以身体状况质疑林美珠。 根据静周刊报道,黄国昌金表示,他的确曾接到赖清德的关切电话,赖清德希望修法审查的过程中不要发生羞辱阁员的状况。 黄国昌向赖清德强调,上周徐永明并没有以身体状况质疑林美珠的意图,并表示针对劳基法修法时代力量会就是论事对政院版的问题提出质疑。 林美珠月前传出罹患癌症,正接受治疗,上周徐永明质询时质疑,以林美珠现在的情况,注意力和对修法内容的理解,是不是适合担任部长职位。 徐永明表示,不希望每次执询时赵伟、蒋万安都提醒要体恤不长,不过林美珠当场情绪激动的回应自己没有带呼执手,强调身体不好是事实,但不要拿我的身体说我不了解。 修法 修法